这个男人堪称泰国版的开堂手杰克 一生作案无数 被各地警方追杀了整整30年 用其高超的诈骗手段和残忍的心性 将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警方玩弄于鼓掌之间 而他这传奇的一生都要从一场文化运动说起 上个世纪70年代的曼谷 是所有流浪者心中的天堂 因为嬉皮式运动的潮流 导致数以万计的年轻人汇集于此 如一群稚嫩的羔羊 等待着男主阿兰这批恶狼的猎捕 女孩翠花也是羔羊里的一员 在他人的推荐下 他来到了阿兰开办的夜色酒吧里居住 这里汇聚了一群纸醉金迷的年轻人 鱼龙混杂的环境里 翠花贵气的打扮和包里厚厚的支票 很快就让阿兰心动 于是他主动上前和翠花搭讪 并利用迷药把翠花迷晕 当察觉到不对后的翠花已经来不及反抗 他的意识很清醒 但身体却动弹不得 只能用眼神向四周围的人们呼救 可不幸的是 他没有得到一点回应 阿兰带着自己的手下老黑一起把翠花带到了海边 看这么熟练的手法 想必两个人肯定不是第一次干了 在把翠花洗劫一空后 阿兰指挥着小黑把尚未清醒的翠花 活生生的扔到了大海里 自己则是开着跑车扬长而去 第二天当地渔民在海里打捞起了翠花的尸体 但当地警方对这些事情早已经见怪不怪 在那个年代 几乎每天都会有新的人来到曼谷 也会有旧的人离开 所以不作为和拖延成了当地警察最鲜明的特色 而阿兰杀人的目的并不仅仅只为了赚取那一点点死人钱 更重要的是利用他们的身份和护照 从事跨国的珠宝走私买卖 杀人对于阿兰而言 只是释放自己病态快感的手段 这次阿兰又接了一个大胆 他的目击地是号称国际天堂的中国香港 这对夫妻号称诈骗界的雌雄双煞 纵横整个东南亚 能骗一家是一家 话说阿兰当年也是个痴情种子 年轻时和一个女人结婚 为了养活孩子 阿兰只得去偷窃珠宝 结果被抓了 媳妇一看阿兰完蛋了 自己也跑了 经过这事以后阿兰大彻大悟 在泰国和印度窜梭 干起了珠宝走私和杀人越货的生意 还勾搭上了当地高官的女儿 从此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做起了杀人越货走私一条龙的生意 在此期间阿兰结识了来自加拿大的小美 二人臭味相投 拉上了流浪汉小黑和留学生斩驳 便组成了这个犯罪小团伙 开始了罪恶的一生 这一天阿兰用偷来的假护照 和小美来到了香港做生意 只见她随手一甩 满桌子都是价值不菲的玻璃球子 买家被如此低廉的价格吸引 阿兰也因此又赚了一笔 做完生意以后 二人准备离开 却在市场上发现了一个新的下手目标 眼镜男 他四处张望着想给自己的老婆买一枚戒指 但显然那些珠宝的价格他都承受不起 阿兰心生一计 他利用自己珠宝商的身份 把一枚低于市场价一半多的戒指 卖给了眼镜男 还邀请俩人一起回曼谷度蜜月 眼镜男以为自己遇到了贵人 便和老婆一起跟随阿兰来到了夜色酒吧 说不知自己的人生也将在此终结 随着时间的流逝 眼镜男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贫弱 妻子也是一样的症状 直到二人快要站不起来以后 他们才发现阿兰和小美的真面目 原来阿兰一直在用一种慢性毒药控制着他们 时间久了就会要人命 原来从一开始 他们的目标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夫妻二人的护照 就这样 夜色酒吧里再添了两个无辜的亡灵 不过很快 这件事情就惊动了大使馆 阿兰该如何应对呢 这是一家文明世界的黑店 在这里无故死去的人数已经超过20个 而店主慈雄双煞却靠着掠夺来的财富 成了赫赫有名的珠宝商 但这两天他们却遇到了硬茬子 之前阿兰谋杀的那对荷兰夫妇 他们的哥哥找到了大使馆 但当时的社会环境下 揽政和人浮于世的事情十分严重 更何况当时的曼谷每天来往的嬉皮市数以万计 调查起来难如登天 没有人愿意接手这起案子 只有这个愣头青小白还保持着一份正义感 他翻阅了半天资料 终于在死者的日记本中发现了一张名片 正是阿兰留给眼镜男的 上面还写着夜色酒吧的地址 并且小白还查出在两个月前 曾有人控诉过夜色酒吧的主人 也就是阿兰杀人抛尸的恶劣行为 但由于阿兰跟当地的警方关系十分密切 这件事情也就被压了下了夜里 小白和同为比利时驻泰国大使的大山一起来到了夜色酒吧 大山劝小白不要汤这趟浑水 但小白只欲要去救出那些可怜的无辜之人 于是大山掏出了一把左轮手枪递给他 好在小白潜入的过程没有被发现 就这样 小白成功地把这对法国夫妻救了出来 同时也得知了眼镜夫妇的死讯 原来这对夫妻曾是阿兰的邻居 他们曾帮助过一个人从夜色公寓中逃离出来 而那个人正是之前被阿兰控制的展伯 在夫妻俩的帮助下 展伯成功地逃出了夜色酒吧 但却迟迟没有给夫妻俩寄来有关阿兰犯罪证据的信件 这一天夫妻俩中了珍妮又去机场的邮箱里查看信件 惊喜的是展伯居然真的发来了邮件 但下一秒 珍妮就在身后 看到了阿兰夫妻二人